是想要搬是想要搬 但剛好遇到疫情 然後我們就延遲了三年 然後這三年 總算最近總算搬了 然後我們就去醜化了這個 戶外型的婚禮 我有看到那個畫面 畫面是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搬在陽明山上 哇塞 很浪漫欸 你有沒有看過張傑家的小公主 我那個真的 很羨慕好不好 我家的是女兒 我家的是女兒 其實我們兩個都蠻喜歡小朋友的 其實對啊 也會想有第二台 就是如果兩個小朋友玩在一起 這樣子也會比較有個伴 可以看他們的頻道 看他們分享家庭的生活 我覺得好療癒喔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生小孩沒那麼可怕 就想忍不住多生幾 騙人家生小孩啊 還不錯啊 那芝麻太可愛了 我們家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 芝芝他雖然外表比較高冷一點 但實際上他內心真的是 就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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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蠻幼稚的 蠻有趣的一個女生 其實我一開始不認識她的 你不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打電動認識的 是打電動就打 線上遊戲那種嗎 對 手機的傳說對決 那時候很流行打電動 然後芝芝他是一個 超喜歡打電動的人 然後我本身也很非常喜歡 那時候中間 就是有朋友的朋友 就介紹我們一起打電動 然後後來就越來越熟 然後就一起去喝咖啡啊 然後去吃好吃的東西 然後慢慢就越來越熟 可是當你發現到芝芝 他是跟你差七歲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ㄟ 好像有點差距 說憑良心說 我其實一開始根本就沒有發現 因為你說他就是很可愛 我看真的沒有發現 就是沒事 其實你不會去注意到 另外一個你剛認識的男生或女生 他到底差你幾歲 可是後來等你發現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等我發現的時候 就 你已經愛上他了 我已經愛上他了 那個 那歲數其實已經沒有關係了 真的 與年齡無關 你有沒有看過張傑家的小公主 還好 那個字 很羨慕啊 好漂亮 我家的是女兒 我家的是女兒 我想要 但是我沒有辦法控制 真的 對啊 你們還有想要再生第二胎嗎 其實我們兩個都蠻喜歡小朋友的 其實 其實對啊 也會想有第二胎 就是如果兩個小朋友玩在一起 這樣子也會比較有個伴 對 以後如果我們老了之後 他們兩個也比較好 就是 互相扶持 互相照顧 我覺得這樣也比較好 其實我們那時候心裡都一直 蠻想要有小朋友的 但是 就缺一個助力 就是缺一個助力 就是結婚 然後生小朋友 但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聊天說 我們想要有小朋友啊 想要共組一個家庭這樣子 所以真的很感恩 蠻好的 我們這 三個女生都是奉旨成為的 很棒欸 對啊 這樣子是對的 他們剛剛居然還在給我聊月子餐 爸爸媽媽 你之前的月子餐 老婆吃不了你 真的 笑話他 欸 那個肥好不好 月子餐好像蠻多都是爸爸的東西 你在分析哪一家月子餐 你看我工作一天只吃一餐 月子餐是 三餐之外還有點心欸 那很累 還有宵夜 因為這邊都吃過好幾家了 有有 我已經看過好幾家 那個菜單的 但是因為你們先有了BB 但是對姿姿來講說 你都沒有跟我求婚 是不是 他有一個儀式啊 其實他沒有 沒有表現出這一塊 但是我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一開始交往的時候 他就說他很注重儀式啊 那些的 我就覺得 就欠他一個 他就暗示你了嘛 對 要有了 你看他的安排 聽起來多感動 那個婚禮你怎麼安排的 那時候 就一直想要搬 但剛好遇到疫情 然後我們就延遲了三年 嗯 然後這三年 總算最近總算辦了 嗯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要辦的 就是戶外型 我們想說就簡單一點辦 就戶外型的 因為之前我去 參加我朋友的婚禮 鳳小月的婚禮 他就是戶外型的 在一個教堂外面 草地上就鋪 鋪鋪鋪鋪 鋪一塊一塊墊子 像野餐一樣 我就說好棒喔 我就跟我老婆分享 我老婆說 欸 這樣很好啊 他不想要像一般的那種婚禮 然後我們就去籌劃了 這個戶外型的婚禮 然後總算就成功地辦成了 但沒想到 其實戶外的婚禮更累 有差嗎 跟室內有什麼樣的差異 喔 你的畫面差很遠 我那很浪漫 我有看到那畫面 畫面是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浪漫 不然在陽明山上 哇塞 很浪漫欸 就是那個感動 也就是要用你有點錢 堆出來對不對 你說說看 那些花啊 彈琴上感情啊 對啊 對啊 就是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想要辦戶外婚禮的話 稍微想想 就預算 如果大家想要省錢的話 真的最好建議不要辦戶外 為什麼 其實我辦那戶外的後面算一算 因為老婆就很 老婆去那邊現場看了 就覺得好棒好漂亮 我要我要這個我要這個 嗯 然後算完了之後 我發現它其實 價錢就跟五星飯店差不多 差不多 哇塞 對 費用大概 要接近快一百 哇 你跟太太有因為體力上 年齡差就體力上有差吧 不會 我覺得其實蠻 蠻OK的 還蠻平均的 你是喜歡戶外運動的人嗎 還是比較宅 其實我本來以為我蠻宅的 但沒想到遇到我老婆之後 我發現 她比我還宅 她比我還愛打電動 到後面就變成是 我好像爸爸一樣 然後去 你不是本來就爸爸嗎 我像她像我女兒一樣 我老婆像我女兒一樣 我要管她說真的不要再打電動 現在已經超過十二點了 明天早上可能小朋友七八點就要起來 真的不能我們真的不要再打了 不然真的沒得睡覺 我會支持她打電動或什麼 這很難 那在家裡拔屎把尿的 那個小女兒子 其實我們都一半一半 我們都是互相幫忙 對 家裡的家是大部分也都是我在做 然後 很棒 其實我覺得這樣要讓媽媽 媽媽放鬆一點會比較好 因為媽媽畢竟 畢竟寶寶是從媽媽的肚子裡面生出來的 媽媽真的是很辛苦 對 有 其實大家沒事可以看他們的頻道 對 看他們分享家庭的生活 我覺得好療癒 謝謝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生小孩沒那麼可怕 就想忍不住多生幾 騙人家生小孩啊 還不錯 她那芝麻太可愛了 要了要了 要去掉生育力